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跟他很熟 基本上认识了五十多年了 简直就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我觉得今天最简单 因为主持人跟演讲者集合在一身里头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轻松地把这个故事讲完 但是也很抱歉 因为场地有限 大家对这个题目似乎都很有兴趣 所以我也很努力地会想几个好的笑话 跟各位做介绍 这个题目我一直觉得是跟人类未来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题目 也就是有一天我们终究会找到跟地球环境类似的另外的行星 各位注意我讲的不是另外一个行星 而是另外很多行星 所以大家在心里面长存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这一代应该极深可见它的答案 也就是Are we alone? 我们在宇宙里面是不是孤独的? 我忘了以前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民意调查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再度的来宾 希望宇宙里面其他地方 除了我们人类之外 也有别的生物的 请举手 希望 太好了 90%以上 希望第二个问题 希望这些生物有朝一日到地球上来的 请举手 瞬间扫掉了一半 所以你知道这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吗? 就是希望别的地方是有生物的 so that we are not alone 但是 leave me alone 不要过来 不要来烦我 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 很大一个因素是 好莱坞电影的推波助澜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好莱坞电影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长大当学生那个年代的好莱坞电影 ET 不是ID4 我不是你那个年代的 ET 个儿小小 头大大 脖子细细的 傻傻的 科技极端高 但智商极端低的 那些外星人 跑地球上来了以后呢 不小心流落在地球上 还好碰到了跟他 个子也差不多大小的小孩 小男孩救了他 一群小朋友 反正大人就是邪恶的代表 好像也差不多 然后小孩就救了他 把他送回他的家乡去了 这是当年ET的电影 各位如果记得的话 会看到两只手指碰手指的亲切感人又温馨的画面 曾几何时 外星人的形象呢 在我们眼中却已经大幅的破灭了 大家记得ID4的电影 就在那一天 那是一个美国人再次强调 不知道美国国境人有多重要的一个电影 但是呢 在那个电影里面 外星人的唯一的特征 八个字可以形容 二话不说 来的就打 一点内心系都没有 外星人 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大家开始思考了 如果有一天 譬如说今天展望演讲告一段落 晚上九点多 展望演讲结束了 大伙走到外头去 然后呢 刚好碰到了在我们的 我们的叫什么 桃花心木道还是小莲林道上面 降落下来一个外星人的太空船 门打开走出来一个外星人 各位 你觉得他是善良的可能性比较高 还是邪恶的可能性比较高 认为是善良的 来宾请举手 认为善良机会比较大的 请举手 好 这些来宾手请放上来 是无可救药的乐观派 认为是邪恶的 机会大的 请举手 OK 稍微多一点 那你说孙老师 那你认为呢 通常我们不太参加异见的 因为老师不应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学生身上 但是呢 我们后来知道 还是提供一点意见比较好 我认为邪恶的机会比较大 Oops 这个演讲开始 就给大家心里蒙上一层阴影了 但是为什么是邪恶机会比较大 我们走到这堂课的最后一分钟应该会知道 但是呢 也不尽然就是邪恶的悲剧 还是有机会可以转换的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今天讲的是戏外 行星 甚至外星生命的天文宇宙最新的大发现 可是呢 我们却回到了南头 好漂亮 什么地方 今天早上我们所在的地方 台大的凤凰教育园区 就在凤凰国鸟园旁边在南头 台大的凤凰教育园区 我们在他的教室外面准备要上课 因为教育园区的厂长呢 主任 郑主任准备要给我们讲一堂有机茶的课 有机茶的课 那个地方今天早上的天气又特别的美 蓝天 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真的会不想回来 我们每次出去出差都是这样 出差之前好 挣扎不想走 因为太多事情做不完 出差了无论到了玉山到了 肯定都不愿意回来 一旦到了外面真的不想回到都市里面来 各位 到自然界里面就会有很多有趣的小生命了 真的是好可爱啊 我们只有走入自然 体会到了其他万千生命的存在跟它们的可爱 才知道怎么样照顾其他生命跟它相关的环境 我记得有一回到肯定国家公园去演讲 那边有一个原住民的解说员 坐在我对面下课的时候 轻松地跟我说胖胖的 他说孙老师 我需要承认 因为我们讲起鸟类来 我们讲到龙岸潭 讲到龙岸潸赏鸟 他说我必须要承认我吃过两只博老鸟 他吃过两只烤箱鸟 博老鸟 但到后来跟着赏鸟学会出去上山下海去看鸟 发掘鸟 真的好可爱 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吃了 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方式 这才是真正教育的方式 你光去考试打开书本 然后要学习背 我们要珍惜环境 爱护自然 考试一定要考这八个字 那没有用的 你只有真的走入大自然以后 看到生命的活泼跟可爱 但是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喜欢那个样子 待会你快看好 希望大家你看一下我们的环境 其实那蛇还蛮可爱的 红斑蛇 这昨天晚上走在鸟云的环境里面 看到一条红斑蛇有毒无毒 没有毒 是没有毒的 本来还想去把他抓起来 后来想还是尊重生命 不要去抓他 前两年 因为凤凰湖鸟云业 现在属于博物馆了 所以前两年 我们专门安排了一次活动 带着同仁们去鸟云赏营 跟我们这两天做的事情是一样 赏萤火虫 结果我们的副馆长 周恩豪副馆长 他是蛙类的专家 各位大家知道吗 你只要是蛙类的专家 就同时也是蛇类的专家 晚上在你们一边走 一边看萤火虫 一边看星星 奇怪 周副馆长不见了 过一会儿 不要误会不是被蛇吃了 过了一会儿 周副馆长后面追上来了 手上的登山杖 尾巴登山杖的尽头 那段地方 就缠了一只赤尾青猪丝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赤尾青猪丝 好漂亮 通生翠绿 但是尾巴上 这么短短的一截 一条深红色的线在上面 赤尾青猪丝 懂蛇的人就比较不会怕 然后呢把蛇抓起来 他竟然找旁边人拿了一个宝特瓶过来 宝特瓶里面还有小半瓶水呢 然后拿一个塑胶袋 蒙在那个宝特瓶口 然后一捏那个蛇的脖子后面 蛇的头嘴巴就打开了 两个毒牙 看了真的会害怕 一卡卡在那个塑胶袋上头 你就从旁边看得到那个毒液从毒牙里面流下来 滴到那水里面去 后来是谁喝了那杯水我也不知道 然后除了蛇之外 当然是蛙 他跟我们的动物生物学组主任 黄文山主任 一个是都是蛇类跟蛙类的专家 蜥蜴的专家 他们还真的抓了几只蛤树蛙 说馆长身上应该带一只蛙 就摆我身上 那我就把那个蛙抓在手上 看了好可爱 蛤树蛙 然后你知道蛙为什么会粘在身上 脚底下有吸盘 有吸盘 你手真的摸到它的吸盘 感觉到它那个吸力 一辈子不会忘 这种知识一辈子不会忘 科博馆其实除了很多展示之外 有自己的小小动物园 我想问一下科博馆 大家知道科博馆有动物园的请举手 你看你到二楼去看 会看到绿猎蜥 会看到乌龟 会看到缅甸蟒 以前有两只 一只小花一只大花 两只缅甸蟒 小花一身指的四米长 有一回小花出来放风 我们找馆长书上去看一下吧 那小花在我面前展开四米长 一只蟒蛇 蟒蛇也无毒 你只要不要被它缠上就好 它把头抬起来看着我 眼睛懵懵的 眼睛雾雾的 我看它眼睛雾雾的 不了解为什么原因 就想起了孟子那句话 心中中正的人的话 毛子料眼很干净的 心中是邪恶的话 毛子冒烟 这是不是 这个蛇到底心情怎么样 同人跟我讲 各位大家知道吗 那个蛇的眼睛开始 雾雾的 不是白内障 不是心情不好 是什么 要脱皮了 准备要脱皮了 然后同人还把小花的背后 底下下半段把蛇翻过来 让我看它的蟹之枪 旁边还有两个没有完全退化的脚 所以就会辨别它的性别 像这样子一次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接触 知识一辈子不会忘 我一直觉得教育是要这样做的 走入大自然 真的亲自跟动物跟植物接触 就像这样子看得到它 不过也要小心 大家知道我们在肯定有个天文台 知道吗 海洋生物博物馆里面 我们从两千年开始 摆了一个天文台 专门做教育跟推广 每年到了寒暑假 高中生跟大学生 都跑到那边去做天文观测 一个班级只能收最多九个人 八个人到九个人 高中生四天三夜 大学生八天七夜 大家去那边 白天悠游于恒春半岛 观察植物 观察动物 晚上就研究星空 白天除了动物之外 动植物之外 还有海洋的体验 晚上观察星空 所以在那边的肯定天文台的 体验营非常非常愉快 尤其是大学生 反正大学生晚上也不睡觉 特别高兴 可是大家都知道 北台湾跟南台湾 很重要的是 两个都是蛇比较多的地方 在肯定呢 千万要小心草肠的地方 不要去 尤其是夏天 原因是什么 往很多种原因走私啊 或者日本人当年的实验 可是呢 我们要千万要记得 在肯定常常发生的汉事是 小青蛇 小青蛇被看到了以后 马上乱棒打死 为什么 因为大家无法分辨 小青蛇跟青猪丝 就怕猴一戏 好可怜 所以大家要千万知道 蛇之所以会出现在人生活的地方 是因为人去侵犯了它的栖息地 所以尽量和谐相处 但是你要懂 懂了以后就知道怎么样和平相处 但最怕的是半懂不懂 有一年 我们学生在那边做观测暑假的时候 每个大学梯 我会去一趟给他们上课 上完一天课我就回来了 结果那边还有其他的大学生 海洋大学 无论基隆 无论高雄 有海洋相关科系的会在那边做研究 有一天 我们的学生助理打电话跟我说 有个学生被蛇咬了 被蛇咬了 一个女孩被蛇咬了 什么蛇 锁链蛇 大家听过锁链蛇吗 我第一次看到锁链蛇 就是墾丁的那个警卫抓了锁链蛇 放在一个透明罐子里看 为什么叫锁链蛇 那背上的路 就像铁链一样 一圈一圈铁链 整个串在一起 难怪叫锁链蛇 外来种 台湾没有学青的 那女孩被锁链蛇咬了 为什么被咬 因为那女孩看到了锁链蛇 也不跑 也不逃 她去抓 她还抓到了 抓到了锁链蛇好高兴 要带去给同学看 骑摩托车 带去给同学看 骑摩托车 右手不好加油 因为手抓着蛇 就把蛇交到左手 就在那一叉 交到左手那一叉 蛇头一伸就咬她右手 不到半个小时 整个锁被是黑掉 送到高雄长庚洗肾 还好把命救回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不要跟大自然开玩笑 用尊重的心态去看她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是什么 你不要以为是剪纸的花 哎呀 这是一只非常非常漂亮的鹅 它是活的 这是活的 看起来好像假的 它就在门框上面 我们大伙 可不管 同然都跑去拍照 除了这个之外 地上又跑来一只 绿的 还有好些 有黑的 有灰的 我们同然拍了好几张 好精彩的照相照片 像这个就挂在那个树上 青色的 所以真的是很漂亮 都是鹅 鹅跟蝶 要学会分 我们以前傻傻也分不清楚 后来发现其实鹅有很多很漂亮的品种 那很好玩的是什么 竹子成长日记 竹子可以长得很快 前一阵子网络上也流传一个文章 记不记得 鼓励大家 那个竹子可能花了三年时间 在土底下根本就没冒出来 但一旦它冒出来以后 长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我们的同仁分了几组 四组还是五组的 每一组跑到山坡上去 找一个已经冒出来的竹笋 或者是竹子 你选定了一个后 敲个木牌下去 第二天来量 它的高度有没有变化 你说第二天吗 是第二天没有错 所以我在那边想把我们那个挑的拔起来 用来比赛 因为我挑了一个小小的 馆长要谦卑 来 谦卑 谦卑 所以就挑了 他平时其他组的挑的比较大的 我就挑个小的 希望他能够长大 然后想 也不能半夜来偷拔 所以就只能希望他长大 可是你知道那是昨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我们插了牌子五个组 挑了五只有高的有低的 然后定在那个地方量好了高度 今天中午十二点 今天中午十二点去量 我那一个 我那一个原来是 原来是十八公分 后来长了三公分 到二十还是二十一公分 两公分 长了两公分 一天长两公分 小朋友听得好高兴 尤其是中介石 一天能够长两个分是不得了的 可是你知道最后谁赢了 一天长了三十八公分 你可以想象 一个竹子就是左边那个黑黑的 昨天下午两点钟量是一百九十分 一百九十公分 今天中午十二点量是两百二十八公分 一个晚上 长了三十八公分 所以就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 就知道竹子是不得了的东西 很特别的东西 然后呢 还有挖竹笋的活动 挖竹笋 各位这是什么竹笋 梦踪竹笋 西头那边有好多 但是我们挖的是梦踪竹笋 你找到了以后 它露出来一点点 这就是春笋了 冬笋是看不到的 冬笋是看不到的 所以要找到冬笋很不容易 它在地底下 你要知道它在哪里 才能把它挖得出来 春笋是已经出来了 然后旁边摆了一个小铲子 就知道它有多高 然后把它挖出来 各位就在那个地方 我把它带来的现场 现场那个笋子 同学们要不要把笋子传过来 看一下今天中午 刚刚出土的笋子 大家看能量知道它有多大吗 挑笋子 以后大家挑绿竹笋 让同学拿过来好了 大家过不来 千万不能拿给那些 懂得笋子的人 为什么 因为笋子是可以生吃的 这么新鲜拿 他们一口就吃了 这么大一吃 自己挖出来的 所以会觉得很有意思 真的是看得到 你是跟生态 大自然的这种生态 结合在一块去 这样的一个梦中 竹笋 那当然会学到很多 跟笋相关的知识 但是更好玩的是 各位你看这是我就拿了这个笋 在这个地方 笑得好高兴 你如果不挖这笋 也会被别的动物拿走 谁也拿走 谁会去吃笋 猕猴跟山猪 猕猴跟山猪 所以基本上我们跟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你会看到 尤其是冬笋 他们就知道冬笋在哪里 猪也是会把那个土弄开 然后猕猴也会把土弄开 然后吃得好奢侈 他们不会把它都挖出来 只把上面一半 最有知味地把它吃掉 所以看得好 那这是干什么 竹笋饭 鸟园的同仁最近两年发展出一个活动来了 亲子报名参加 简直就是秒杀 每一次大概三四十个 四五十个亲子家庭 来了做猪筒饭 这里面已经是饭了 上面是米汤 然后呢 你会看得到 放些虾在里头 另外的猪筒 然后用猪筒把它绑起来 盖子把它绑起来以后 这是马祖吧 这是马 然后生了好几团火在那个地方 这是我们教室外面的一个宴席场地 可以做这样子活动的 把它摆上去 你知道吗 当竹子烤一阵子以后 那个竹子的边缘 这个地方 它知道 会冒水 有经验的人知道 这个地方会开始冒水 竹子里面的水分被逼出来了 你只要它开始冒水 就知道里面东西已经开始沸腾了 所以很有意思 打开以后 你看 虾也熟了 饭也好了 真的 今天晚上又是没吃晚饭 看这个位置 很羡慕的 我们很高兴 因为科博馆跟鸟园设计很多活动 都是顺应自然的跟大自然事物配合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自然生活的可贵跟可爱 底下就开始看到什么东西 对 我们出去本来以为银矿不好的东西林厂 副厂长来跟大家做了萤火虫的介绍 大家就会知道萤火虫在草地上飞来飞去 在那边飞的是熊的还是瓷的 熊的 它在那边闪光的目的是什么 球偶 瓷的就在底下看 瓷的就躺在底下翘着脚 看哪一个光比较好 然后喜欢上以后就闪它的光 两边对上以后呢 瓷的跟熊的手拉手到别的地方去 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是晚上八九点钟的事情 到了十点十一点 那天还没有找到对象呢 会再次飞起来在那边飞 那就是第一阶段没有上市好拼指考的那个 所以你当然了解了以后 大概会知道萤火虫的整个生态跟发展的过程 我觉得那个知识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这个是什么 红胸黑赤影 眼睛好大 两只眼睛好大 是熊的吧 然后你看底下的是水生的黄元银 黄元银小小的 底下这个画面 如果你不要误会那不是蟑螂 那不是蟑螂 我必须要跟你讲 萤火虫长得真的很像小蟑螂 你看一下 这样子 对 长得真的很吵 但是 这就是萤火虫 所以千万不要 把萤火虫想得非常浪漫 天中飞着一丝晶莹光 然后一定是一个小仙女一样的东西 落在手上看起来像小蟑螂一样 这差别很大的 但那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发光器吗 这两个发光器 这是端黑影 大端黑影 背后一个端子 这说的是影 你看得到 这些都是熊的 熊的后面是两个 熊的是中卫 辞的是少卫 中卫是有两个 少卫有两个 但是 当然 我们第一次看到萤火虫 真的会吓一跳 因为你绝大多数人不喜欢蟑螂 看萤火虫觉得它就像小蟑螂 但看久了以后 真的会觉得很感动 然后那些鸟园的同事 它们晚上把我们大家带到鸟园里面去 一边走一边看萤火虫 你知道吗 空中飞的是什么光 怎么闪 马上就会知道是什么影 然后有的时候 它们是很轻柔的 轻柔的手伸出去 接着萤火虫拿下以后 用一点点光看萤火虫的样子 像这种生态教育 真的是一辈子不会忘 尤其等到我们走到一片斜的山坡地 昨天晚上完全没有月亮 偶尔会看到几个星星 天没有下雨 也不凉 也不冷 也不热 然后大家坐在那个山坡道旁边 面对着一个斜坡上面 闪闪发光萤火虫 鸟园的同事会带着大家静下心来 让大家放松 就做一点心灵疗愈的工作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真的很精彩 但是呢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行星上的 这样的环境就是一个stationary 安静的一个行星 绕行在滚进发光的恒星周围边上 这是我们的环境 才花了46亿年才演化出今天的万千风貌来 实际上昨天我们这样两天一夜就能够体会到大自然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而且有趣的 那到底别的地方有没有类似的环境 很简单 就是出去找嘛 那怎么样去找别人的太阳系 说老的话就是太阳系 那你看一下 1995年以来超过了4800个 我们先把答案讲出来了 直接照相 有没有可能直接照相 以前不知道 以前认为不可能 因为 即使像木星 各位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是 木星 木星现在晚上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看得到 不但木星看得到 火星也看得到 前几天我们在肯定天文台 带另外一个亲子科普团 去那边 运气好到不行 整个天全部都是打开的 没有月亮 满天星都看到的春季 春季大三角 各位大家熟悉的是 夏季跟冬季大三角 夏季大三角是哪三个星 织女 牛郎 天津四 冬季大三角是哪三个星 神秀四 天狼星 跟南河三 这三个 小犬座的阿法星 叫南河三 然后跟天狼 跟深宿四 这三个是冬季大三角 正三角形 夏季 织女牛郎 天津四 是直角三角形 织女大三角呢 就是那样大角 就是你从那个 北斗七星的 玉恒开阳遥光一路过来 就会看到一个 红巨星 大角形 另外是 施女座的 脚秀一 还有狮子座的尾巴 五地座一 也构成一个 接近正三角形的三角 所以昨天晚上也看到了 然后狮子座很清楚 狮子座就是个 导过来的问号 底下一点 那个亮星是轩辕十四 然后狮子的身体 它的尾巴是五地座一 整个狮子座 两个亮星是轩辕十四 跟五地座一 那 只不过昨天狮子 狮子的肚子底下 趴了一个亮星 狮子趴在一个亮星上面 就是木星 那一次我们刚好 七点半天就黑了 冬天的星座 还没有完全下山 各位冬天星座 也不用说冬天了 全天最亮的星 是哪个星 天狼星 你看到天狼星 东地大三角 正沉向西边的海面 但是呢 看到头顶就是木星 这两个都是亮的不得了 天狼星是负的一点四 木星是负二 可是木星跟天狼星 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各位行星跟恒星 差别在哪里 行星不会闪 恒星会闪 所以才会有那个笑话说 即使你的剑法 好得像罗宾汉 你也设不到星星 为什么 因为星星会闪 这是一个冷笑话 但是照这样的判断 行星跟恒星的差别 但是各位 真的有机会的话 像这一阵子的晚上 只要天气好 你抬头一看 就在这种时候 晚上七点八点九点 正头顶一个亮到不行的星 木星 木星仅次于三个东西 哪三个 太阳 月亮 金星 金星比木星还亮 OK 但是到了再晚些的时候 九点钟十点钟的时候 东方天空起来了一个 大星座跟大星 大星座跟亮行星是哪一个 火星 那个颜色红到非常清楚的红 火星 火星在天蝎座 麻烦的事情快要到了 火星 中国古名叫银祸 大家知道银吗 银就是 萤火虫的银 可是底下不是虫 是换成火 银 就是那种 弱弱的灯亮的那种意思 银 就是萤火虫的火 银底下换成火 祸就是迷祸的祸 中国古名把火星叫银祸 一听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东西 银祸 那如果银祸 它在天蝎座的心脏旁边 就是心秀二旁边 心素 不是念素 心秀二旁边 发生逆行的话 就 大事大调啊 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在中国古代 这是大大的凶 非常非常凶的 兆头 OK 银祸手心 如果发生的话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是 皇帝会驾崩 第二个是 宰相要换人 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 银祸手心 以前发生过没有 当然发生过 什么时候最有名的一次 汉成帝 随后二年 大家要听一下这历史故事吗 既然有的话 我们说一下好了 我们今天应该有时间 把这个 讲完的 很多时候 我们一直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们自己在星空底下 曾经有过的感动 但是 星空不是只有存在在 我们仰望它的时候 而是在 这以前我用过的是不是 烂泥沟曲中 仰望星空 为什么孙老师会去念天文 就是因为 他这个 这是在竹南的后火车站 据说 我拿了张照片以后 看了觉得很好笑 报社记者看到以后 就专门跑到当地去采访 当地骑老 看这两条路的命名 是怎么来的 回来告诉我 我也很好奇 他说第一条路 维新路 时日已久 已不可考 不知道了 第二条天文路 我说那一定跟天文台 天文科学研究有关系的 记者说不是 附近有一座庙 叫天文宫 所以我想我们就跳过这一段 重点是 各位 我们看得到 这些星星的变化 像卯秀 像星秀二 星秀二是一个 走到了生命尽头的红巨星 非常大 据说如果把星秀二 摆在太阳的位置的话 它的边缘可以到木星的轨道 5.21U 非常大了 星星已经膨胀很厉害了 但是呢 星秀二这个星呢 在占星学上 就是跟火星 千万不要走到一块去 火星每两年会发生 一次逆行 如果发生在 星秀二附近 叫营霍守心 是大大的不吉利的 象征 汉成帝 最后二年 天文官 急急忙忙 有一天冲进宫里面 看到了皇帝就说 祈禀万岁 大事不好了 皇帝一定会说 何事惊慌 天文官就说 前天晚上看到了 营霍守心的天象 汉成帝 非常迷信 很相信这个事情 一听之下 脸色惨白说 Holy shit 怎么办 赶快把宰相找来 各位 当时的宰相是谁 宅方晋 宅方晋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宰相 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但是宅方晋找来了以后 皇帝跟他讲说 昨天晚上 发生了营霍守心的天象 宰相就说 那皇上怎么办 皇上说 还要怎么怎么办 不是我死 就是你辞职 自己看着办好了 宅方晋再有能力 再聪明 扛不住皇帝的愚昧 所以只好辞职告归 但辞职告归 走回到家里面 宇宙还没有坐暖呢 皇帝在皇宫里面 想怎么想 怎么觉得不对劲 这么严重的灾疫 只轻飘飘地 让宰相辞职回家 一点都 没有这些严重的处理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堵持这个灾疫 所以就派军士 把牛跟酒 送到了宰相家里头去了 送牛跟送酒 是什么意思 辞死 辞死 你喝下了多久一命无辜 但你知道吗 故事还没有完 一个月以后呢 汉成帝也暴毙 突然死了 那天早上起来 根据历史记载 早上起来了以后 眼睛也直了 嘴巴也歪了 手抓不住东西 咚 就死掉了 汉成帝死了 汉成帝死了以后 大臣把汉成帝只死 怪罪在谁身上 不是宅王 宅帝你死了啊 天文官也不是天文官 天文官只是拿薪水做事的啊 怪在前一天晚上陪皇帝睡觉的妃子身上 男人就是这样 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去 那个女人是谁 非常有名 她跟她的姐妹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宠妻 一个是赵飞燕 一个是赵和德 今天晚上陪汉成帝 适浅的是赵和德 这两个姐妹 虽然是娇艳如花 漂亮得不得了 可是是蛇蝎美人 汉成帝不知道多少后代子嗣 被他们两个人弄死掉了 后来赵和德被逼得自杀 但不管怎么样 皇帝死了总需要找出个新皇帝来 继位者是谁 大司马跟太后商量了以后 把继位者决定了 就是汉埃帝 汉埃帝当了六年以后 死掉了 汉平帝接位 又当了六年 被毒死了 接位的是如子英 各位这三个皇帝的年龄 你看一下 汉埃帝二十岁 汉平帝八岁 如子英两岁 如果你用科学方法 把皇帝的年龄对时间做图 这个曲线简直是 Exponential Decay还快 在发展下去变富的 所以各位 皇帝年龄越来越轻 朝里面的大权 自然会落到谁的身上去 大司马 当时大司马是谁 大司马王马 大司马就是王马 又叫安汉宫 到后来你知道吗 当如子英登基的时候 大司马是什么 摄皇帝 他的官位叫摄皇帝 摄政王的摄皇帝 摄皇帝后来变成了假皇帝 各位 当假皇帝够过瘾了吗 当然不够了 不是真皇帝 但是王马还没有这个胆子 直接叫如子英下来 自己上去 所以就搞了一个 西汉末年才会出现 才开始出现的祥瑞 什么叫祥瑞 国中有一家家庭农户 在那边挖地想要种菜 挖着挖着挖到一块大石头 一挖出来一看 石头上竟然写着字 什么字呢 安汉宫为皇帝 看到了这石头以后 快马加鞭送到了京师 承送到王莽面前 王莽一看 双泪交流 说我真不想当皇帝啊 但是上天有命 为天不祥 所以只好到朝中去 叫如子英说 来来下来下来下来 自己坐上去以后 如子英转过来 北面成城跪下去磕头 就在那一刹那 西汉就亡了 西汉就亡了 王莽成帝以后 第一个起来反抗王莽的是 翟芳敬的儿子翟毅 翟毅没有成功 被王莽抓住了以后 车裂于东市而死 但只照今天的天空学家 对行星运行的轨道 掌握的一清二楚 前后几千年 电脑软体都可以帮你算出来 汉成帝最后二年二月 根本没有萤霍守心的天下 火星不在天蝎座 所以大概知道 幕后的黑手是谁 王莽呀 王莽没有办法对付翟芳敬 他知道谁能够对付翟芳敬 就透过了汉成帝 把翟芳敬给弄死掉 这么美丽的天体天象 竟然拿来当政治斗争的武器 所以是过去历史上 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 叫萤霍守心 今天马上就要发生 forget me to say 恕我说讲这句话 今天火星在天蝎座 天蝎座快上来了 所以大家有空回去看一下 火星本来就会经过天蝎座 为什么 所有的行星跟太阳一样 都走黄道十二宫 轨道就是黄道十二宫 天蝎座就黄道十二宫里面 明显的星座 火星每两年就发生一次逆行 为什么每两年发生一次逆行 地球绕太阳一圈是一年 火星绕太阳一圈是1.88年 所以各位 每两年地球从后面追上一次火星 在追上火星跟超车的那几个月里面 火星在天上看起来就在往后走 所以火星逆行不是真的逆行 只是地球在超车就是了 以前人们不知道地球会走 所以无法解释逆行的现象 当戈白尼把地球从中间移开 把太阳摆过去 地球绕着太阳走 马上解决了逆行的问题 就是地球在超车 每两年超车一次 所以每两年会发生一次逆行 那逆行只有黄道十二宫啊 发生在天蝎座的机会也不小 所以英国手心常常会发生 说是皇帝会驾崩宰相会坏 也有点道理 不是因为要换新政府了吗 好吧好吧 这是我们的额外加进来的历史故事了 好 怎么样找别人的太阳系 各位 我们想说直接照相 直接照相 木星就拿我们太阳系最大的木星来说吧 木星跟太阳相比 如果木星是一个一瓦的小灯泡 木星如果是个一瓦的小灯泡 一瓦很小 太阳就是一百万个一万瓦的灯泡 一百万个一万瓦的灯泡摆在一起 所以你不要觉得木星很大 摆在太阳旁边 远方的人根本看不到木星 可是现在有没有办法 直接拍到恒星旁边的木星 有诶 是谁 北洛斯门 前几年 大家看到Farmahout就是北洛斯门 各位大家 我们细节就不多说了 Farmahout的B 小写的ABC的B 就是什么 第一个行星 就是恒星旁边第一个行星是小写的B 这又是个很 很不能让人习惯的命名方法 没有小A 没有小A Farmahout是北洛斯门 Farmahout的B 就是北洛斯门旁边第一个被发现的行星 它不是按照 不一定按照距离的 因为你可能 先发现一个行星在这边 第二个行星可能是比较靠近 但按照发现的先后顺序 按照BCD排下去 所以Farmahout的B在什么地方 大家看得到吗 在这个地方 2004年在这一点上 2006年移动了 那这个东西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你看得到吗 你觉得你看得到吗 这是哈勃王映星拍摄到的 哈勃王映星 当然它一定是把中间的行星挡掉了 要不然中间行太亮 用一种日免移的方式 就像你创造一个人工的日食 中间把横行挡掉以后 长期曝光 曝旁边的东西 才会出来 北洛斯门旁边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雨气盘 在雨气盘里面正有行星在形成 然后一个光点 在两年之间移动了这么一小小段落 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然知道 这种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看到的东西 但是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 虽然行星跟母星亮度相差太远 但已经有这种办法 用日免移的方式 遮掉了中间的恒星 拍摄旁边的行星 另外一种方法是双星运动 什么是双星运动 如果行星存在在恒星旁边的话 这是刚开始 云气盘绕着中间的恒星转 但一旦旁边有了行星 这一个细线是行星 中间的粗线是恒星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 好像蛇的形状 有在一起 就是因为行星绕着恒星转 会对恒星产生些微的拉扯 如果没有行星的话 恒星它在自己运行的轨道上 就是一条平滑的曲线 所有的恒星理论上 都绕着银河中心转 所以如果说它没有行星在旁边 它走的路径是一个平滑的路径 但如果旁边有行星的话 你会发现受到行星的影响 这个恒星开始左右摆动 就好像一个大胖子跟一个小孩子 手拉着手在溜冰场上转圈圈 本来那个大胖子可以划一条直线的 但如果旁边有一个小孩子拉着它 即使它 我们那个大人很大 小孩很小 但小孩如果绕着它转的话 你远远地看会发现 这个即使很胖很胖的人 它还是会来回摆荡 因为被那个行星的影响 它会来回摆荡 所以科学家就努力地去找到这一个摆荡 很困难 可是做到了 不但做到了 而且做得非常精彩 你知道到后来找到的速度是多少吗 就是多小多小 多轻微的摆动是可以被侦测到的 每秒钟一米 每秒钟一米的速度是可以被侦测到的 恒星 恒星运动的速度 微弱到每秒钟一米的速度 各位每秒钟一米是个什么概念 时速多少 时速是多少 每秒钟一米时速是多少 乘上3600嘛 对不对 3600米 3.6公里 将近4公里 各位时速4公里是什么速度 军队长行军的速度 军队长行军 正常的行军的速度 就是时速4公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种速度都可以被 天温台的凌米一气侦测到 所以找到了不少 这样子的行星在恒星的旁边 你可以看得到 你看不到那个 visible star 看得到的恒星 看不到行星 所以看得到恒星是这样走 所以各位 我们到银河里面去找 去找到这些 就是用恒星路径的摇摆 旁边有行星在拉扯 结果呢 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 很多时候是用 大的开光眼镜找到 其中有一个 以前也到展望演讲来的 是Jeff Marcy Marcy他找到了 一开始的 100多个系外行星 有一半是他找到的 他很多时候 就是用10米的望远镜 Lake Tenwin还是3米 跟夏威山上的 10米望远镜 各位 这就是找到的东西 HD209458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HD209458 回去网络上打一下 那一个是早期找到的 系外行星 非常有名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他 你可以看得到 这速度是负的 这是正的 负的速度是对着你过来 正的速度是离开你而去 所以他的 侦测到这个 星星的速度变化是这样子 代表他一会儿对着你过来 一会儿离开你而去 一会儿对着你过来 一会儿离开你而去 所以速度来回正负变化 就代表这个恒星 一边走 一边对着你动 来回动 所以找到了这个 那你知道 找到这个以后 我们本来觉得 这些天空学家好伟大 竟然能够用一个 间接的方法 找到了 找到了这个重要的行星 找到行星是多重要 所以你知道 当找到第一个第二个 都是上 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头条的 一个是51 Pegasi 51 Pegasi 飞马座51号星 另外一个是 七十 诗女座70号星 另外还有Vega 执女星旁边 找得到行星 这几个都上了头版头条 前面几个 但等到你找到了 第58个以后 已经不会再上 头版头条了 因为找到了很多 就是一开始 我们觉得 这些科学家好伟大 竟然能用这种方法 找到行星 然后说大概 工作到这边就结束了 没有想到 后来有新的发展 待会儿你会看 好吧 用这种隐形的方法 你看 速度 负的正的 负的正的 各位看得到吗 这一个很显然 是有行星存在的 可是 这一个 曲线 你会不会觉得 怪怪的 什么地方怪怪的 发挥各位的 柯南的观察能力 福尔摩斯的分析能力 什么地方的怪怪的 它是 它是这样动的 有一个大的变化 除了小的变化之外 好像还有一个大的曲线 结果是什么 两个行星 两个行星 各别对恒星的影响 是可以叠加在一起的 一个是这样的 非常标准的 正负正负正负 另外一个也是正负 但是它是在比较远的地方 对它造成影响 所以一个近的 周期是多少 各位看得到吗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近的周期是262天 比较远的是1726天 两个行星 对这个恒星的影响 各位你可以想象得到 1726天是这样的一个cycle 所以这是多久 好多年的侦测 好多年的侦测 才能找到这些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系统 因为时间很长 好 下个是谁 巨蟹座五数二星 叫做55 Cancrate 各位如果你有兴趣 回家把55 Cancrate 打到网络里面去查一下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系统 一开始看 有负的有正的没有错 旁边是有东西 怎么会这么烂 一定是观测者 但愿意打瞌睡 往往进跑来跑去 出来的结果 是吗 各位一开始分析一下 第一颗行星 第二颗行星 第一颗14天 第二颗14年 这两个位面也差得太远了吧 一个14天 一个14年 把这两颗行星的影响 移除了以后 发觉 Data还是很烂 Data还是很乱 结果呢 找到了第三颗行星 44天 找到这个第三颗行星 移除了以后 Data还是很烂 找到了第四颗行星 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多近 2.8天 那个行星 很热 很烫 温度很高 2.8天 移除了以后 Data还是有点烂 后来找到第五颗行星 260天 所以各位 这个系统是什么 这个系统 是一个太阳系 这个系统是一个 几乎跟我们太阳系 内部是完整的比较 这是Fedra Cancrete 巨蟹座55号星的系统 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太阳系 各位看一下 我们是什么 水金地火 然后呢 木土天海 它是里面四个 非常紧密的 第五个在外面 各位 我们只有第五个外面的木星 绕太阳一圈 12年 它的第五颗星 绕它的太阳一圈 14年 所以你要找到这个系统以后 天空学家 又高兴又难过 高兴的是什么 终于看到了 别的太阳系出现了 难过的是什么 我们的太阳系 不是唯一的 我们一点uniqueness都没有 你知道吗 这就是极端哥白尼原则了 什么叫极端哥白尼原则 哥白尼说了地球一点特殊性都没有 他只不过是卑微的一个小天体在太阳旁边绕着他转 后来发觉了 太阳其实也不是宇宙的中心 哥白尼那时候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跟教会唱反调 原来教会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 那太阳摆那以后地球拿到旁边来 后来谁告诉我们说连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 还没有 叫做Sharpley 哈罗Sharpley Sharpley他观察了球状星团的分布跟运动的速度 知道我们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连银河中心都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朝这个方向看好多球状星团 朝那个方向看几乎没有 球状星团的运动方式是把银河中心包裹在中间运动 所以他找到了银河中心在哪里 后来哈勃再进一步说 连我们银河都不是唯一的 宇宙里面大概有五百亿到一千亿个这样子的银河 后来呢 八零年代的科学家说 连我们的宇宙都不是唯一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平行宇宙 所以那才叫极端哥白尼原则呢 越讲越伤心 人类越来越渺小 连文法连英文都错了 各位宇宙的英文是什么 Universe Universe UNI开头的字代表什么意思 唯一的独特的像什么字 UNI开头的 Unique Unique唯一的 还有什么字 University不是唯一的大学 还有什么字是UNI开头的 Unicorn 什么叫Unicorn 同学说唯一的爆米花 不是啊 Unicorn是独角兽 还有什么是UNI开头的 Uniform 同一的 还有个字叫Unicycle 是什么意思 Unicycle Bicycle是什么意思 Bicycle是双轮车脚 Unicycle是独轮车 三轮车叫做Tricycle 那四轮车呢 Car 还要去想 所以UNI三个字开头 本来就是唯一的意思 就是了 所以当80年代发现的 暴障宇宙论 提出暴障宇宙论 说我们的宇宙 不是宇宙里唯一的一个宇宙 简直讲绕口令一样 中文还好 我们的宇宙 不是宇宙里唯一的一个宇宙 英文就更糟糕 Our universe is not The only universe in the universe 你跟学生讲 他都听不懂的 这不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就回头看一下 好 这个是 各位 这个是用行星对恒星扰动的方式 去找到行星的存在 所以你看吗 找到的行星 那个时候找到了很多 都上报纸 偷版偷条了 但多半是质量巨大的行星 而且非常接近它的母星 不在它的生态圈之内 生态圈是什么意思 液态水能够存在的范围 液态水能够存在的范围 叫生态圈 这些叫Hard Jupiter 那这些Hard Jupiter 为什么找到的都是热木星呢 难道像地球一样的行星 全球全宇宙只有我们这一个吗 为什么找到都是热木星 这边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 各位这句话很重要 尤其对科学做研究的同学来讲 这句话说的是 实验的方法 如果有偏差 它就会决定实验的结果 实验的方法会决定实验的结果 你以为是客观的方法 其实是主观的偏颇的方法 各位你看得到 如果要对母恒星产生明显的扰动 行星质量一定要够大 那如果要在合理的时间之内 看到周期性的摆动 行星和母恒星就不能太远 就这两个限制 一个是时间的限制 一个是空间的限制 你只能找到热木星 这种方法 能够找到就只有这种结果 质量又大 又要近 你可以想象 合理的时间之内 看到周期性的摆动吗 各位 如果远方某一颗恒星上面 旁边有行星了 他们也在研究 四周四面八方的西外行星吧 如果有研究生要拿太阳系 我们的太阳系 做他的博士论文 他选定了最大的一颗行星 木星 猜猜看我们有没有大木星 去做观察 各位 那我们的太阳 多久会摆动一次 刚刚讲木星绕太阳一圈 多少时间 12年 12年摆动一次 他刚观测到了 好像有一个摆动 要怎么样确认 他有没有 是不是真的摆动 再一次 24年 他的博士要念几年呢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合理时间之内 要看到他明显周期性的摆动 行星跟母恒星的距离 就不能够太远 所以结果就是热木星 热木星什么样子 这就是热木星的样子 简直是在那边 被他的母恒星在折磨的 热木星离他的行星有多近 各位 在太阳系里面 离太阳最近的一个行星 是哪一个 水星离太阳有多近 你说老师很近 数字很重要 各位 数字很重要 很多人觉得数字很辛苦 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 这个故事没有 我们在台大物理系教书 物理系 化学系 跟数学系的教授 三个学系的教授 常常聚在一块 心不甘情不愿地 争一个第一 争什么第一呀 哪个学科 是第一个被中学生 放弃的学科 所以呢 我问一下在座的来宾 在座的同学们 喜欢物理的请举手 喜欢化学的请举手 喜欢数学的请举手 三个都不喜欢的请 三个都不喜欢 那你在这边干什么 好了 但是数学其实蛮重要的 我们以前都觉得 你只要知道概念就好 那数学其实很重要 我们 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 那个笑话了没有 验证大家数学程度 有多好的笑话 如果这个笑话 讲完了马上就笑 代表你数学程度是很高的 你现在笑太早了 好听听看 有三个科学家 站在一栋房子前面 那个一个科学家 是生物学家 另外一个是物理学家 第三个是数学家 观察那个房子 很长一段时间的 都以为房子里空无一人 没有人 过一会儿看到一个人 走进去了 过一会儿看到两个人 走出来了 奇怪不是空无一人吗 怎么一个人进去 两个人出来了 生物学家马上下结论说 这个现象就叫繁殖 物理学家说 不 这个现象不是 物理学家说 这个现象叫测量误差 从量子力学角度 你根本就不知道 是多少人进去 多少人出来了 测量误差 只有数学家思考不一样 数学家说 这个时候 如果再有一个人走进去 这房子里就空无一人了 大家理解数学家的思考吗 数学家完全不管真实的人 他只管数字 进去一个人 出来两个人 屋子里剩几个人 负一人 对不对 这时候再进去正一人 就零人 但其实数学很重要 因为一旦你知道了数学的数字 就不太容易受骗上当 各位热木星 典型热木星离开太阳多远 刚开始找到了几个 有一个离开太阳七百万公里 七百万公里 说老师很远吧 七百万公里 地球也不过一万两千八百公里 七百万公里 各位 水星距离太阳 是地球到太阳的零点四倍 我们是EAU 水星是零点四AU EAU是几公里 记得这数字要背起来 一亿五千万公里 一个AU是一亿五千万公里 各位一亿五千万公里的零点四 是多少 六千万公里 六千万公里 水星是六千万公里 水星上面已经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你知道水星如果你要去的话 以后出去毕业旅行 到水星的话 你知道水星白天可以热到 摄氏零上两百度 一入夜晚上冷到零下两百度 日夜温差比较大 要多带点衣服的水星 这是水星因为它完全没有大气 各位知道地球的大气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是常常我们考中学生的一个问题 地球的大气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温室效应 千万不要以为温室效应是个坏事 温室效应不但不是坏事 是个好事 没有温室效应的话 地球上不能住人的 如果没有温室效应 地球上的温度应该是多少 各位 零下18度 地球在这样子距离跟太阳这样距离 如果没有大气做温室效应的话 我们的温度应该是零下18度 温室效应增加了地球表面温度33度 所以我们现在均温是零上15度 地球均温是零上15度 这33度是来自大气层里面的温室效应 里面最厉害的是哪个气体造成温室效应 水不是二氧化碳 水的温室效应占60% 二氧化碳只占10% 20% 但是水那么厉害的话怎么办 没有关系 水根不是人造成的 所以水是自然里面的比例 温室效应的水是没有影响 因为它不会因为人的行为而改变 二氧化碳是会改变的 好了 这就是热木星 所以你知道 找到热木星 人类其实一方面高兴 一方面失望 高兴的原因是说 其他地方的确有行星 失望的地方是什么 根本不能住人嘛 根本不能住人 像这样子 你就把一个木星 还有一个红斑 这个红斑 因为过度曝晒变 大红斑 巨大的红斑 摆在一个星星的旁边 你可以知道 这个结果是什么 各位 你今天把一个大的行星 热木星是又大 密度低 质量轻的 质量很大 没有错 但是密度很低 很松散的行星 各位你可以猜想吗 摆在一个太阳旁边 紧隔壁 刚刚我们讲水星是6000万公里 刚刚讲热木星是多少 700万公里 几乎是十分之一的距离 那个行星你让它有自己选择 它绝对不会选那个地方 So hot So hot 摆在那边会有什么结果 各位 猜猜什么结果 第一个 就蒸发了 就是蒸发 但蒸发不是轻松的蒸发 是强力的蒸发 什么原因 太阳风 跟高温 高温的结果是上面 表面的气体分子 运动的速度非常快 运动速度越快 它脱离这个行星的机会就越大 因为行星的重力场是有限的 所以它运动速度一旦超过了它的行星的逃逸速度 因为气体都不断地离开 不断地被剥离 一个是高温 气体本身运动速度快 另外是来自太阳的强烈的太阳风 太阳风是高能量的带电止点 如果这个行星没有保护的话 地球是有保护的 什么东西保护地球 磁场 磁场怎么来的 地球核心有一部分是液态的 地球核心一部分是液态的 而这液态核心里面 很多是重金属 带大量的离子 为什么 因为当时地球在形成的时候 还是融融状态 重离子 重金属沉到里面去了 轻的留在表面 所以今天你看到的二氧化系 泥土石块细酸液 都是轻的 你不要觉得石头打了会痛 不是那都是很轻的东西 真的重的都沉到里面去了 这是为什么陨石掉下来 你会发现很多一元素 Iradian 才找到了当年害死恐龙的陨石 因为那个地层里面有很丰富的一元素 那是外面打下来才会有这么多一元素 地球一元素在哪里 都在核心 地表没有那么多一元素 都在核心 所以才能够从那一层 6500万年以前 那层薄薄的界限年度里面 一元素的含量算出来 那个陨石有多大 十公里 很好玩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玩的知识 只是我们没有机会 一个个深入去讲就是了 你就知道重元素沉到里面 但因为地球本身包含了很多同位素 热量出不来 就把里面那一层 很多重元素 金属融化了 有很多电子在里面转来转去 电子只要运动就会有电流 有电流就会有磁场 所以我们是有这样的磁场保护我们 才不会被太阳风侵袭的 但这样子的星星站在旁边 无论你有没有磁场 其实没有差别了 这东西很快就会剥离 所以有人也说了 有一种学说 各位 当然你如果 look at solar system 你看太阳系 你会觉得很奇怪 太阳系的长相 第一个大家都在一条线上面 一个平面 第二个 小的在里面 大的在外面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你在小学 或者是初中 第一次接触地球科学 翻开一张看上去图 你有没有去说 我老师 老师为什么这样子 我觉得 小孩是有能力 问fundamental questions 问关键的基本问题的 这种能力越大 学到知识越多 就越发没有这种能力了 小孩就傻傻很天真的 会问最基本的问题 到大了以后 到硕士班 博士班 根本是那么小得不得了的题目了 看不到overall picture 大家看到太阳系 有没有认真问过 为什么所有的行星 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为什么行星里面是小的 外面是大 那很基本的 就是你如果把外星人 小孩抓来的话 他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随时告诉我们自己 要保留同心 记得随时随地 问fundamental questions 最基本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 说地球过去 曾经是海王星 地球过去 曾经是一个海王星 海王星是地球的四倍 地球一万两千八百公里 海王星大概是 五万公里左右 直径是五万公里 是地球的四倍大 但是海王星 大家不要以为说 木土天海长的是一样 木星跟土星独树一格 天王跟海王是另外一个系统 天王跟海王核心 跟木土的核心完全不一样 木星土星我讲一下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但是跟大家讲 木星土星的核心 你不要以为它很轻 木星的密度 跟土星的密度 轻到让你觉得好笑 地球的密度 跟这些比起来很有趣 我们拿谁的密度来做标准 水 水的密度是多少 养成习惯 一后面是什么单位 1.0 那不是单位 1.0不是单位 一后面的单位是什么 gram per cubic centimeter 就是每地方公分 多少gram 多少功课 一地方公分 一功课是水的基本的密度 这是1 木星的密度是多少 1.3 木星是1.3 土星呢 0.7 土星的平均密度 比水还轻 如果你有个够大的水盆子 把土星摆进去 它是飘在水上面的 它就是一个很轻的气球 大气体大气球 小时候我第一次透过望远镜 看过土星以后 就发现要红心试院 我要当第一个登陆土星的太空人 后来才发现 土星根本没有路让你登 它就是个气体球 木星也是1.3跟0.7 跟水差不了太多了 地球呢 地球的平均密度是多少 5.5 地球平均密度是5.5 可是很奇怪的 表面的气酸岩 泥土石块拿去分析一下 密度是多少 3 密度只有3 整个地球是5.5 答案是什么 核心有重元素 核心重元素是7 绝大多数是铁跟镍 那些异样 这些重元就沉到里面去了 所以结果是什么 如果说像木星跟土星 它的核心 你不要以为是重金属 木星跟土星的核心 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液态金属氢 氢气 最氢的元素 竟然被压成液态 产生了金属的性质 各位 什么是金属的性质 物质的结构如此紧密 以至于它的电子 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原子核的 那个叫金属 所以才会导电 金属会导电 因为它电子可以流动很快 氢气能够被压到 产生金属的性质 木星跟土星的核心 这不得了的密集 天王跟海王完全不一样 天王跟海王的核心是 颜值核心 就是一块岩石 所以有人说 地球曾经是海王星 外面一堆气体 里面是个颜值的 靠太阳靠太近 吹吹吹吹吹吹 外面吹掉了以后 核心露出来 就是我们的地球 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但这种热木星就知道 像这个热木星 就大量在剥离它表面的气体 所以远远的看像是一个 有惠伪的行星 行星在这边 然后流出惠伪来 也观察到 现在也观察到 有大量物质流失的 西外行星 因为它离母星太近 好 那问题回来了 有这些热木星 到底有没有 跟地球大小差不多的行星 科学家就要问这样的问题了 那怎么去找 因为小的像地球这样的行星 根本没有办法 对它的恒星产生任何 有意义的扰动 怎么办 只有用挡光的方法去找 各位 我们要怎么知道 一个天体存在 各位 一个天体存在 有哪三种方法 可以让你知道它存在 第一个最简单 它自己发光 像谁 太阳 第二个 它不发光 可是它反光 像谁 月亮或者是地球 它靠得够近 它可以反光 别人透过反光 看得到它存在 第三个 既不发光 又小到 没有太大反光的能力的话 怎么办 挡光 挡光 也就是它如果经过了什么前面 把一部分光挡掉了 你就说 那边有东西在 虽然我看不到你 可是那个天体的亮度 它的亮度 稍微掉下来一点点 有东西从它前面过去 这个叫挡光 所以行星引恒星 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恒星石 刚刚讲 H1209458 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什么样呢 你看一下 也就是行星 从恒星前面走过去 走过去那一刹那 这个恒星 本来的亮度是维持固定的 假设这个恒星 是个固定的星星 很远很远 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里面有这些东西 你只知道是个光点 那光点的亮度 一直维持固定 突然往下掉了一下 过一阵之后就起来了 也就是说 应该有一个行星 从它的表面经过了 你的学生可能不同意 说老师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苍蝇 飞过了望远镜上面 作为老师 你绝对不要给学生 太难堪地回答 你说 果然有可能 可是呢 如果说 我们发现它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有东西 电话来的话 那应该不是 苍蝇 苍蝇不会来回 固定在那边飞的 但是这种现象 这样现象 你觉得是容易 还是困难 要找到这样的现象 是容易还是困难 其实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行星 对于观测者来讲 要刚好是在 恒星前面 恒过去才行 大家看我这边 如果这是那个 那是那个恒星 行星要怎么样走 我在这边才看得到 它会挡到那个恒星 它的黄道面 我们地球 要在它的黄道面上面 可以了解吗 行星这样走 行星的平面 要跟我们地球 差不了太多 行星才会从 我们跟恒星之间 绕过去 我们才会看到 行星挡掉它 如果那恒星 在这个地方 行星是这样绕的话 你怎么看 都看不到东西啊 一样东西吧 但它可以这样绕啊 对它来讲 它不需要 离你地球在哪里啊 所以知道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OK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在 1999年11月 一个团队 发表了HD 209458的成果 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 光度曲线 你看到没有 这个恒星 本来是维持的 固定的光亮度的 瞬间掉下来 掉多少 各位从百分之百 掉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三 你说这样是多还是少 很少一点点 也不过是百分之一点七的变化 还不到百分之二 百分之一点七 但是但是 现在的望远镜 精确程度 最普通最普通的望远镜 可以做到百分之一 好一点的话 千分之五 也就是百分之零点五 更好更好的 可以做到千分之一 所以它如果精确到千分之一 而这个是一个百分之二的变化 那绝对可以侦测到 所以看得到 掉下来 回去 上来 这是那一年 1999年九月份的时候 科学家发现 发现以后就好高兴 因为他在找到 找到这个之前 已经知道 那个恒星旁边 有行星 各位 你先听我讲这个故事 科学家已经知道 那个恒星旁边有行星 为什么 因为是用第一种方法找到的 那个行星是拉动那个恒星 所以那个恒星来回摆荡 用速度的方法找到说 旁边是有行星的 也知道那个行星 绕恒星一圈三天半 非常近 绕一圈三天半 那结果科学家 就真的在那边等 结果发现呢 突然 出现以后 掉下来 多少时间 3.2个小时 3.2 就三小时12分钟左右 又回去了 科学家好兴奋 终于看到了一个 类似行星 遮掩恒星的现象出现 怎么办 你要确认啊 确认怎么办 再看 他们就等了两个周期之后 等了两个周期之后 看着手表 一分一秒的接近 等到到了两个周期 exactly两个周期 那一差的那一秒钟 它的亮度 就掉下去了 我可以想象 那个科学家 在那个时候的兴奋 因为你看到 一个周期性发生的事情 就是你已经预测说 在那个时候 它如果是行星 它就在那个时候 会掉下去 结果真的就发生了 你会问孙老师 为什么要等两个周期啊 这些科学家 还要先出去放假度假 两个周期再回来吗 角度不对位置 不是 不是 猜猜看 为什么要等两个周期之后 我刚刚讲 它的周期一圈是多少时间 三天半 为什么要同一时间 这三天半是白天嘛 大家可以理解吗 你晚上观察到 它发生了 下一个三天半以后 那是白天啊 你需要再等个三天半 才会回到晚上 大家了解吗 所以两个周期之后 看到那个恒星的光 东下去 三点二小时 东又回来了 11月就发表 这个论文 你知道发表了以后呢 北欧瑞典的一个 业余天文学家 拿20公分的望远镜 看到同样的现象 20公分的望远镜 同学们 其实家长们 大家都有能力 买个20公分的望远镜 再买个好的CD相机 你也可以找到西外行星 如果它够亮的话 如果它够亮 所以这个领域其实是 大人小孩都可以去玩的 就是你大望远 这个小望远 都可以去玩 所以看到 HD209458 终于用这种方式 发现了它一个 行星遮掩恒星了 刚刚我们不是说过吗 HD209458 用摆动的方法 找到行星了 我们就觉得很厉害 但是差不多 故事要结束 竟然用 眼恒星的方法 直接看到行星了 第二阶段 重要的成果 觉得好伟大 大概也只能这样子吧 可你知道吗 隔了不久之后 竟然科学家发表说 HD209458 那个行星上面 有大气层 大气层里面 有那的谱线 你真的想说 想讲 Holy shit 你会知道 大气层里面 有什么东西 各位你可以想象 你怎么知道 那大气层里有东西 你怎么知道 它有大气层 光谱 怎么做光谱 看谁的光谱 各位 我只能描述的 看恒星的光谱 你还是只能看到恒星 对不对 你只能看到那个恒星 但是你现在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几分几秒的时候 行星会从前面走过 对不对 你就在这段时间 3.2个小时里面 找哈勃望远镜 用最高解析率的光谱仪 去看那个恒星的光谱 然后呢 这个小时过了以后 在这个时候 用同样高的解析率 看恒星的光谱 你就会发现 那恒星光谱 这两次观色会不一样 为什么 其中有一部分 是行星大气吸收的光谱 加在里面 你了解吗 行星挡在前面的时候 那个恒星的光线 有一部分通过了行星的大气层 行星大气里面有什么物质 就会吸收掉一部分对应的光 那那个时候 你所看到的光谱 是恒星的加行星的 等到行星走掉了 你再拍一张同样照片 那个光谱是恒星的光谱 这两个只要有差别 马上知道行星有没有大气 里面是什么元素 这些科学家真的好厉害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得到很大的奖 But anyway 所以HD205-9458 找到了 那美国人终于决定 专门发射一个彗星 上天 就是要找地球大小的行星 好 Kepler 克伯勒大家都知道是谁 德国的科学家 名字叫做 Johannes Kepler Johannes 我还是把克伯勒的样子 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克伯勒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很多人看到说 他的脖子上套这个很好玩 然后呢 手上拿双筷子 在吃泡面 说克伯勒观察到晚上肚子饿了吃泡面 不是啦 这是个分角气 最好 名字是Johannes Kepler 看到这个名字 每次都跟学生讲说 不要跟美国人学英文吧 美国人的英文简直是乱搞 各位 我们大家在初一开始学英文 有些小学学英文 第一课是什么 Good morning John Good morning Mary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是不是 中文怎么翻译 早安约翰 早安玛丽你好吗 你有没有在你幼小的心灵里面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John翻译成约翰 John不是应该翻成匠吗 早安匠 不知道什么匠 你没有想过问老师说 为什么John要翻成约翰 不是翻成匠 老师大家也不会回答你 为什么 因为John这个字呢 本来在欧洲的名字叫做 Johan 你看一下 就是这个J-O-H-A-N Johan Johan这个字呢 在当年清朝什么时候 做翻译的时候 传到了中国就翻成约翰 非常标准 Johan就翻成约翰 但Johan传到了美国之后 美国人不小心把A弄丢了 就剩下J-O-H-A-N就念成John 所以从美国英文回来的John 配合从欧洲来的约翰 那你不会产生 念语文的精神分裂的感觉吗 所以很多名字也不知道 就像我们说的 意大利徐志摩诗人 最喜欢的城市是什么 肥冷脆 英文叫什么 美国人马上叫Florence 那为什么不翻成佛罗人斯 我问你叫肥冷脆 意大利文怎么念 Filenci 所以很多时候 要学这些欧洲原来的东西 直接跟欧洲人学 不要跟美国人学 不行 Yohannes也是一样 Yohannes Capital 那克普勒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人 他除了那个行星轨道三定律之外 当然他也会觉得 这么伟大的人 但他也会搞错 当时还没有万有以明的概念 因为他是1572年的人 可是呢 别人问他说 你如果同意了哥白尼的想法 行星绕太阳转 那是什么力量 克普勒就说了 此利 因为当时此利刚刚被发现 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 全部归罪给此利 然后克普勒还很好玩的 是什么 别人问他说 那你说那些行星到太阳的距离 各有定数 这些定数 这些比例是怎么来的 克普勒就说了 那是大自然的音律 宇宙的天籁 他甚至拿巴哈的十二平均律 去跟行星做距离做比较 然后帮每个行星 谱出一个曲子来 好像卡龙变美少女战士一样 每个都有 每个都有一个 我不知道 当时2009年 其实克普勒 2009年 其实我们是纪念咖利略 但是同时也是克普勒 那一年呢 我们跟随了克普勒的脚步 去过德国奥地利跟捷克 我看还有 怎么找得出来 克普勒其实很厉害 这个像 我跟导演 我们跟另外一个陈导演 在捷克的时候 已经要赶火车了 但是就是不甘心 没有看到这个雕像 最伟大的雕像 是克普勒跟他的老师 帝狗 帝狗 帝狗跟克普勒的双人雕像 十个样子 所以你看一下 一个是卡普勒 一个是帝狗 所以 真的是非常非常艺术化的样子 这两个人很重要 那在奥地利 欧洲很多地方 真的是 看出去就是美 我觉得有历史 有时间 看出去它就是美 这是欧洲小旅馆 住了一个小旅馆的花园 奥地利 到了奥地利 Gras Gras是 克普勒曾经 待在那边 教书做事的地方 山上 郊外山坡上面 好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的环境 我第一次看到了 麦浪翻风的感觉 金黄色的小麦 已经成熟了 风吹过来 整个那个麦浪 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远端就是Gras Gras就是 克普勒以前 居住过的地方 你看这是麦 我们有一次到西藏去 真的去比较 青柯 青柯跟小麦的差别 青柯的芒比它更尖 两个出来的芒 青柯很漂亮 那次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我们的车子高速的 在乡下的道路上行驶 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青柯田 绿色的青柯田 竟然看到一堆小学生 坐在青柯田里面 大概至少三四十个学生 穿着白衬衫 打着红领巾 坐在里面 白色的衬衫 红色的领巾 配上绿色的青柯 画面好美 我只是不好意思 叫司机停下来 说我想拍张照片 印象看到 然后我后来问西藏当节 怎么回事 他们说这就是 非常热心的老师 愿意把学生 带到大自然来上课 一般学校也不鼓励 就像台湾一样 不鼓励老师 把学生带出去 太危险 但老师如果自己要负责任 他可以把学生带到 国外来上课 看到非常感动 OK 好 后来那个奥地利的 天文年的负责任 我是台湾天文年的负责任 他是奥地利的 Thomas Posh 带我到他的乡间老家去 就像童话书里面的小房子 一进去以后 有一只猫在睡觉 然后进去又把他吵醒了 那不高兴的样子 这是Thomas Posh的妈妈 Posh在这边 他的妈妈在这个地方 后来我们到镇上面去 Grasse镇上 克伯勒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写着克伯勒 他曾经住在这个地方 这是Thomas Posh的爸爸 所以很高兴 大家看到克伯勒 其实他的贡献 是非常非常卓越而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克伯勒 被命名为这一个任务的 太空船的名字 叫Kaptain Mission 所以看得到这里面非常巨大的相机 好多高灵敏度的CCD拼在一起 所以他的相场是很大很大的 这么大的一个相机 送上去以后发射了 他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要找的就是这些 行星遮掩恒星的画面 OK 这是当然是动画画出来的 找什么地方 任务越简单 成功的几率就越大 这个任务 只看天鹅座 翅膀旁边 这个区域 小小的一个区域 各位 这是什么 天秦座在这边 执女星 天鹰座 牛郎星 跟天津寺 天鹅座的尾巴 这是天鹅座 北天鹅 北十字 这是银河 所以这个是天津寺 这个直角三角形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夏季大三角 他就在看 织女星 跟天津寺中间 这块地方 别地方不看 就死丁这块看 锁定了多少颗恒星 监测恒星的亮度的变化 三十万颗恒星 三十万颗恒星 观察了亮度 开始找到了 开始找到了恒星 一开始找到 还多半是比较大一点的 这是木星 这个是地球 木星跟地球 所以找到这些 一开始都找到这些了 就已经很高兴了 然后你看 竟然找到多行星系统 所以会看到 很多都在遮掩这个恒星 所以恒星的光度 那个亮度变化 变得很复杂 因为有好多是多行星 分别不同时间 遮掩那个恒星的 后来开始找到了 这样一堆 2009年发射 两年之后 找到一堆 能不能找到 各位 你在图上看一看 找找看 我们熟悉的在哪里 有三个 有三个 大家来找查 Jupiter 木星 在这边 还有呢 Neptum 海王星 我们刚说过 4倍 3.88倍的地球直径 海王星在这边 所以这是我们的海王星 这是我们的木星 这是我们的地球 所以到了两年之后 找到了这么多行星 有大有小 这些小 这些行星 比较小的行星 根本无 完全无能为力 去扰动它的恒星的 所以早年的那种方法 绝对找不到这种行星 现在你想 竟然是遮掩 恒星就能够找到这些 你说老师 越小 它其实遮掩的范围 就越小 对不对 没有错 可是呢 这个望远镜 离开了地球大气 足够精密 可以振测到非常微小的 恒星的光度的变化 你看 甚至找到这个 Capital 22 这个系统 好 再问大家一下 Capital 22 B什么意思 Capital 22 这个行星的 第一个西外行星 第一个行星 OK 你可以看得到 水 金 地 火 这四个 我们的内行星 然后呢 这个区域 是这个恒星的 habitable zone habitable zone 指的就是 四居带 这里面是 水 液带水 可以存在的范围 Capital 22 B在哪里 就在这里面 刚好离它的恒星 够远 水不会蒸发 也不会结冰 在这个范围里面 当然找到Capital 22 好高兴 各位 在四居带里面 是 唯一需要的条件吗 不是 还有别的条件 我们边讲边说 有一个行星 竟然有两颗恒星 天上有两颗太阳 搞政治人 一听就会抓狂 这样 所以 这个恒星系统 我们把它叫做 改良式的双手掌制 还是可以 就是两个恒星 如果靠得够近 行星如果够远 它是可以找到 一个稳定的轨道的 所以 稳定的轨道 也很难说 因为人的寿命 实在太短 在我们有生之内 看到它稳定的存在 并不代表它 长时间会稳定的 因为 好 再看 两年之后 2009年发射了 2011年2月为止的成果 是一堆 找到一堆 这个图 我想各位看一下 很清楚地知道 地球在哪里 画给你看 地球在这边 海王星 木星 这三个到后来 都是被 用来作为标准的 为什么地球在这边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 sorry 这个地方是size 相对于地球的size 所以地球本身是多少 一 所以这条线是地球 四是海王星 然后 木星是多少倍 不止十了 地球的直径是 12800公里 木星直径是 14万公里 木星直径是地球的 11倍 体积是地球的 多少 11的三四方 1400倍 所以可以想象 木星里面可以装进去 1400个地球 很大 所以木星在这个地方 直径是我们的11倍 在这边 那这边呢 是公转周期 各位 地球的公转周期是多少时间 365天啊 所以它in days 用天来看的话 这是一天 四天 十天 四十天 一百天 地球在哪里 在这边 地球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找到一堆是什么 离恒星很近 然后size很大的东西 看这图看得出来吗 所以 我觉得 你会不会很同情这些行星 周期一天 一天是个什么概念 那简直就要掉到那个恒星里面去了 所以你看 从2011 2012 2013 这边越来越多 那你们注意到 2740个 这边越来越多 然后这边已经拉开了 100 200 400 我们在哪里 365在这个地方 地球在这个地方 你说好 还是没有啊 大家都还在那个地方 挤成一堆 还是没有 我们要找的是跟地球差不多大小 然后周期比较长的 各位你看一下 先讲size 上去三年以后 上去三年以后 2012年 2月27号 找到地球 Earth size 小于1.25倍地球直径的 几乎跟地球一模一样的 246个 超级地球 也就是1.25倍到2倍的 地球半径 676个 海王星 1118个 两倍到六倍地球直径 木星 6到15倍地球半径的 是210个 比木星还大很多的 71个 各位你先看一下这个比例 看一下这个图的比例 记一下2012年 然后呢 2013年 刚刚是多少 246个 现在是多少 674个 刚刚是多少 676个 现在是多少 1076个 刚刚是多少 1118个 现在是多少 1457个 刚刚是多少 210个 现在呢 229个 你看到这个图没有 71个 现在是多少 102个 所以 你简单在脑子里 就可以做出一个计划 什么东西来 增加的部分 你看到没 增加的部分 增加最多的是谁 地球啊 因为 因为科普的上去 足够时间长了以后 做数据处理的人 已经知道该怎么样 把小东西找出来了 Data都在 Data都在 就能够把 这些东西挑出来 所以Earth size 成长得最快 增加了78% Super Earth 33% 海王星15% 木星13% 超级木星9% 所以增加最快的 其实是这块 这就是人们期待的 要找到地球大小 差不多的东西了 所以可以看得到 增加400% 600 200 这是2014年了 到了2014年 然后再往下面走 你可以看得到 这些 808 这是2015年了 各位 2015年1月6号 808 1200 1500 26049 这还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 这些就差不多 能够被找到的 在第一种方法 行星对恒星的拉扯上 已经找到了 所以眼星倒不需要 再去找这些东西了 眼星要找到这个 所以科普的这个任务 真的是很精彩 因为它完全设计 真正是指向了 怎么讲 对症下药 就是找到 它想找的东西 各位 去年的7月23号 这么多 你看到没有 各位 你看到 刚刚到多少 400对不对 线到哪里的 1000 1000天 地球的360在哪里 这是100 这是对数了 各位已经不是线性了 是对数了 100 200 300 400 360在这个地方 你从这条线 拉上来 从这个地方拉上来 这就是一年的大小 多不多 还真不少 有多少 8个 有8个 8个这样的系统 又是跟地球差不多大小的 又是在地球范围之内 市区区范围之内 然后周期 全部跟地球一模一样 所以你现在看得到 一步一步分析数据 就开始找到了 跟地球差不多的东西 这是一个 2015年呢 2015年5月份的时候 告诉大家 科普的做出什么样成果来 美国人也要搞这种事情 为什么 你要 要做成果报告 才能拿到下年度的经费 所以看得到 在太空里面这么多天了 监测 各位 我刚刚讲多少颗星啊 30万颗星 30万颗星 然后 这些都是非常伟大的数字 找到了4600个候选者 现在已经超过了4800 已经加了5000个了 那其中有1024个确认 是西外行星了 然后 8个confirm是 位在市居区内的小行星 有8个 你看一下 市居区内的西外行星 这是我们的地球 咚咚咚咚咚 一路算过来 看这边 那最精彩的是谁 最精彩 这里面找一个 各位找一个 最精彩的是谁 你说这个 这是我们自己啊 这是我们 你说老师看得很面熟 怎么长得根本很像 废话 这是我们自己啊 地球跟太阳吧 这谁 Captor 21 各位那是1耶 ABCD的1 那是第几个 是那个系统的第四个行星 那个系统的第四个行星 OK 然后22B 186 F 各位F是多少 BCDEF 第五个行星 这几个都 都在市居站之内的 但是这个特别有趣 去年7月份 找到了452B 就回到了我们这演讲的主题了 地球的大表格 452B 大家看一下 这是452B 然后呢 Size在哪里 Again 它的市居带 就在这个地方 地球在哪里 水晶地 这是地球 地球在这边 它在这边 两个差多少时间 地球绕太阳一圈几天 365天 科布勒452B 绕它的太阳一圈 385天 所以你要去那边工作 连形式力都不需要看 上下学习基本上是一样的 多放几天假就是了 OK 多好 186F也是了 186F是在这里面 186F是这个系统 但找到452B以后 科学上不太去理186了 所以452B特别喜欢它 你看一下 为什么452B如此的重要 这是它的 这是我们的太阳地球 这是它的太阳 它的地球 这两个 各位 你会觉得 你看这个图 你会说什么 452B比我们大 还是比我们小 大多少 大家现在在脑子算一下 质量大5倍 质量大5倍 直径大 1.6倍 1.6倍 也就是它的直径 比我们地球大60% 质量比我们地球大5倍 你说老师大5倍的话 这就有点麻烦了 到底上面的重力场 有多重 各位很简单 重力场加速度 G等于GM over R平方 G不用管它重力常数 M在分子 R平方在分母 所以刚刚讲 M是地球的几倍 5倍 所以分子是一个5 R呢 是地球的几倍 1.6倍 大百分之60吧 是1.6倍 所以1.6在底下 加一个平方 1.6的平方是多少 2.56 我们学天文的 6就不要了 2.5 各位分母是 分子是5 分母是2.5 重力是我们的几倍 2倍 重力是我们2倍 所以大家如果你是 60公斤的话 上去瞬间就变成 120公斤 你觉得你的双腿 可以支持120公斤吗 大概不能长期支持 能不能存活呢 说不定可以 只要用爬的 所以我们可以变成 那个行星第一代 爬虫类 多好 所以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 这是一个很 很确切的分析 所以 energy received by planet 现在谈到是能量 各位就开始谈能量了 然后 surface temperature of star 这就是那个 母恒星的表面温度了 那地球在这边 地球金星对着这个 在这边 火星在这个地方 然后 你看得到 这个范围 就是 你能够用来运作的能量 科普的452b 几乎跟我们在一起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图 才是很关键的图啊 也就是你要从 同样的恒星 收到同样的能量 才有意义的 所以这是 confirm planet 确定的行星 在这个范围之内 也就是表面温度 恒星表面 我们太阳表面温度是多少 6000度是 小学生跟中学生学的 大学生知道是多少 5700度 研究生知道是多少 5741度 我不知道那1怎么来的 反正反正很好笑就是了 6000度 6000度在什么地方 太阳在这个地方 6000度 所以对我们地球来讲 温度是1 太阳温度是6000度 我们地球在这个地方 452b 刚好跌在底下 所以大家才会那么兴奋 你不要觉得说 那个星比我们大 上去一倍两倍 然后我们要当爬种类 死根本就不像吧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恒星 跟我们太阳 几乎一模一样 它的恒星年纪稍微大一点 大了多少时间呢 15亿年 比我们恒星大15亿年 我们是50亿年 它是65亿年 也还好啦 要活到老死 恐怕还有二三十亿年 没有差别的 所以很难得找到这样一个东西 Anyway 各位 那你讲到现在 我们开始要收尾了 科普勒这个望远镜 做了这么重要的贡献 让我们发现了别的地方 有市区带里面 跟地球大小 一样 几乎一样的 行星来到母星也一样 到底它看了多少范围 各位 它所看的范围 capital search space 三千光年 就小小这样一块 整个银河是十万光年 它看出去的范围 只有三千光年 在这小小范围之内 就找到了4800candidates 各位 如果你今天真的 换一个大克普勒 全银河西十万光年 搜索一遍 你会找到 多少西外行星 所以 这其实给人 非常非常 就小小这一块地方 已经找到 4800多个西外行星了 如果你整个银河来看的话 一定会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 行星存在 那你说 那应该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外星 生命存在了 也很多很多人 他们只要 科技超过我们 几百年几千年 他们一定会 有能力到地球上来 为什么没有来 我们这些学天文的人 常常聚在一起讨论 为什么外星人没有出现 答案是什么 一个可能是 地球上的无线电波讯号 不断往外头播出 外星人看多了地球 八点党连续剧 他觉得地球上 没有高质生物 所以 决定不来了 要不然就是看地球上 人类彼此不能和平相处 打来打去 决定把地球 化成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不来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理解 那如果有天 它真的来的呢 各位 回到我们刚刚演讲 开始的时候 太空船落在地上 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的 各位 换成是我们自己出去了 如果今天展望演讲结束以后 门口就停好了一个魔法校车 大家都上车了 孙教授一声吆喝 大家都上车以后 出去太空巡游 结果呢 找到了一个行星 方草鲜美 落音缤纷 这句话是出自哪里的 桃花元气啊 美丽的不得了 有一些我们需要的资源 确实被一群科技病毒 落后生物掌管的 那人类会做什么 把他们赶开的说 大爷来了 我们就要占领这个地方了 如果人类还有点良心 一定会设一个保留区 把他们赶到那里面去 那所以阿凡达 来自幽路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本来生活得好好的 漂亮得不得了 我一直觉得很像 那个墾丁的棋盘角 来 然后这是在哪里 张家界 来 都可以找到它的原始 但是有一天人类来了 世界就不一样 我们今天也不要放那个电影了 所以人类的省思是说 如果我们到别人家里头去 会干这种事情 那有一天更厉害的生物 到地球上来 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也没什么好抱怨 是吧 所以重点是什么 学的外星人可能性比较高吗 也不一定 如果说 我们希望外星人来 能够善待我们 那我们要先思考 该如何善待地球上 其他的生物 善待其他生物 不是只有照顾生物本身 更需要是维持一个 良好的生活环境 让其他生物都能够 安心地活下去 我们只有这样子 才能期待 有一天外星人来的 能够好好地对我们 谢谢各位